- 荒原武安 - 武安好 - 謝謝 - 我想 - 呃... - 此次的經典賽 - 確實打出不錯的成績啦 - 基本上團隊的戰力 - 有發揮到一定的承諾 - 我想你最起碼那樣的一個氛圍啦 - 是 - 就是中華隊是不錯的一個球隊 - 是 - 這樣的一個整體的表現 - 其實是令人肯定的 - 是 - 那我們回想啦 - 其實 - 呃... - 在2008年 - 是 - 到2009年 - 是 - 台灣棒球史上 - 應該是最 - 最... - 最難過 - 令人難過的 - 因為兵敗北京嘛 - 又兵敗東京嘛 - 是 - 一個是奧運 - 一個是經典賽 - 是 - 尤其呢 - 又輸給 - 中國隊啊 - 輸兩次 - 喔這叫 - 齊齒大魯啦 - 齁 - 我想這個 - 其實 - 台湾是圓的啦 - 我想我們不一定要用 - 受不了這樣的一個 - 齁 - 這樣的一個 - 這樣的一個 - 這樣的一個衝擊跟打擊 - 所以 - 是 - 在當下 - 二零... - 二零零九年之後啊 - 行政院馬上召集了一個 - 振興棒球的計劃 - 是 - 是 - 喔那 - 為期四年 - 為期四年 - 是 - 那今年是最後一年 - 對 - 喔今年是最後一年 - 是 - 喔那 - 那當然我們看到 - 今點賽的一個成績 - 喔 - 大家都非常肯定 - 那 - 但是 - 如何去做後續的延續啦 - 是 - 是 - 那 - 目前有沒有具體的一個 - 規劃 - 呃 - 嗯我想這樣子啊 - 其實整個這個棒球的發展 应该从各级学校的球队的培养 从基础上要来做起 他还是一个金字塔 所以这个必须从各级学校 普遍的让各级学校能够办球队 尤其在甲组这里 我们现在职业只有四队 其实还是不足的 我们也希望努力 最近跟黄振台有约了要进一步谈 希望看看是不是有机会 能够变成五到六队 能够让他的这个base再大一点 在上面的直棒的这一块 在甲组的棒球队里面 现在我们也继续的努力 跟各个企业界来沟通 看看是不是他们也可以支撑 也可以让这个队伍稍微再多一点 也许就是把这个金字塔 做得更宽更高一点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基本的努力 另外从体育署 我特别也跟他们交代 就是说运动员的培养 必须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 不能让他觉得是说 走体育这条路 未来其实就业会有问题的 怎么样从选讯赛福奖里面 奖尤其奖的这个环节里面 怎么样让他未来的就业 他可以因为现在所有的体育的事情 都是体育署来管理的 所以从学校的体育这边 需要的人力的需求各方面 也可以把运动员做适当的安排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想我们应该会建制一个 比较完善的 让任何一个运动员 他的成长的这个整个机制 除了我们刚刚讲 这个整个生命周期做好以外 最重要的是他未来的就业 他会觉得让家长也可以放心说 我的小孩走体育这条路是有机会的 可是这个事情当然也不是一天就会发生的 至少这个机制我们开始建制 同时我们现在也开始努力的 跟一百大企业我也请折成这个体育署 开始要有一个方案 也开始跟企业界去沟通 希望他们可以开始任养 任养选手任养球队 各方面全面的来做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正好有这个温度在的时候 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我觉得其实职棒有机会 其他的运动也还是有机会的 部长你讲了三分钟 你这个想法很多 哼哩巴拉讲了很多 基本上我非常认同 您的观念 您的想法 您的态度 讲很重要 因为讲部长姓蒋 如果奖励他们 不是只有奖金给而已 后续的辅导 就业等等 如果给他们 如果教他们怎么钓鱼 不是只是 这个其实是我意思而已 我想怎么样奖励他 知道如何做 但是怎么样把它做好 是重要的 是现在最关键的 比如说现在经典赛结束了 很多人会说 这个怎么没有早餐啊 这个什么 什么机票问题啊等等 当然我觉得这 这都是一个皮毛小事啊 但是也会充分去表现说 政府跟棒鞋 终止联盟的一个互动关系 我觉得似乎从过去到现在 都是那么差那么一点点啊 那当然我们会说 这些事情都是联盟去做的 但是有时候啦 民众对这种东西是 老实讲 不清楚的 所以我说 政府在第一时间啊 如果说在出发前 去了解 他行前的所有的一些流程 有没有需要政府协助 关心 乃至于国王奖章等等 就不会喔 事后补偿这个 事后奖励这种 老实讲 这种都是不符合法制面啊 但是我们却做了 我们却做了啦 基本上当然我 我乐见啦 棒球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奖励 是 但基本上这还是 我想 回归法制面 还是不是很 很OK的 coordination啊 要做的更好 他的协调各方面 我也同意 刚才委员的这个 这个提醒啊 我们应该做的更好啦 至于这次 花激励金的这个方式 我们也是根据运彩的 相关的规范啊 基本上也透过法规会 也都去了解 这个确实 也还是是可以做的 不过 当然就如同您刚刚讲的 所有的事情应该在 事先可能都想好了 事先都规划好了 没有错 这个是 一定可以做的更好啦 你应该去体悟到 其实棒球对于 台湾人的感情啦 是 是非常浓烈的啦 所以我觉得 事先的多一点 规划 关心 了解 我觉得 可能会让整个事情 更圆满啦 是 要不然其实 结果很圆满 但是大家去质疑 有的没有的 你就会觉得好像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非常的可惜 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整个主管机关 跟棒鞋 跟联盟的这种 密合度啦 可以 这个要做得更好 要做得更好 要做得更努力 要更努力做啦 一定要更努力做 有时候 输贏就差这么一点点 输贏就差这么一点 我想这是关键的 比比赛就是来看 就是有一堂球嘛 部长 另外啦 另外这个经典赛是一个成果 我说是一个结果 是 那因啦 我想最终还是基层的培育 是 基层的培育 其实我们在去年 也修过了 运动巡回教练嘛 是 那我知道现在整体的一个落实情况 还是不是非常理想啦 包括运动伤害防护 防护员到整个这个这个 体育班 能够落实保护他们相关的运动伤害防护 现在也做的 老实讲 也有限啦 有开始做了啦 我知道有开始做了 我想我们 有开始做了 部长你知道现在体育班多少班吗 全国有多少班 全国有多少班 我的 1565啦 1565班 谢谢我记起来了 运动专任教练 326人啦 这是正式的 1565 326 但是现阶段啊 我们运动伤害防护到了 这个体育班有多少人 14人嘛 署长对不对 14人嘛 那巡回教练现在上路的有多少人 123是5人啦 5人啦 我要强调的是说啦 我们法规也通过了 预算也可以编了 依法也可以编了嘛 那现在就是 中央对地方政府你去强力的去执行 去沟通去落实而已嘛 我不相信说有法有预算了 地方政府他不愿意去配合 我想这就要花时间去做努力嘛 那你看我们通过了法 法也通过了好不容易 是 预算也可能也编了 但是现在呢 五个到位 运动伤害防护员 14个到位 是 所有班级1565 1565班 这个 1565班 差距还差 560个学校里面 非常非常远 是是 所以我说部长 想法态度都很好 好 但是执行面 我们要落实嘛 执行面要落实嘛 这就是基层嘛 谢谢 没有基层 没有基层 没有广大的金字塔 哪有这个顶尖的人 好好守出来呢 是 这最最重要的嘛 我来努力 另外啦 我再提供一个讯息给部长 是 这个 全世界啦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发展 自己专项的 自己国家发展出来的运动 是 很多国家是这样 是 因为他们有优势嘛 是 部长你知道台湾啦 台湾发明的运动是什么 有一项我知道 木球是我们发明的 木球是台湾发明的 是 那目前啦 我再请教部长 台湾现在最强的一个球类是什么 台湾最强的球类 软网 软网不错 每一次去都是世界冠军的 软网很强 不是不是部长 这个要再补习一下 木球当然是 刚刚已经讲了 木球很强嘛 对不对 我们rollerskate也很强 这些都不在 比较传统的体育里面 部长 有一个项目啊 亚洲啊 我们是冠军 世界啊 我们也冠军 没有输过啊 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比赛啊 刚才 总位 亚洲总位在台湾 世界的总位也在台湾 我也不知道巧固球是什么 这是唯一的 不过我现在知道 对对对 我想这个要了解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竞争优势 我说我们去把它分三个层次啦 社会运动 就是全民运动嘛 是 把硬体设备做好了 让民众去运动啦 是 我想就路跑啦 自行车啦 是 箭走这就是一样嘛 这个概念 这个跟教育部我想比较没有非常绝对的关系 但是学校体育 我刚刚讲的 扎根嘛 是 专专业运动教练 专专业的防务员 能够进到学校 是 好这就是工作嘛 是 好再来呢 就是竞技运动嘛 是 竞技运动我想 我想 我们 我看中冠这二十年啦 对 我们未来有竞技得标的 我在奥运得奖牌的 对 不过就三个项目啦 大概四个项目吧 跟你三加二啦 对 差不多啦 三加二嘛 我都觉得出来射箭 跆拳 举重 再加个两三个球类嘛 羽球多球 羽球多球 高尔夫球嘛 好不好就这三个球类嘛 是 举凡 看一看 能够得奥运奖牌的 不过就那十个人 抱球说不定也会回来啦 这就是重点中的重点嘛 我想 我们这个目标就很明确嘛 目标很明确嘛 这个 你竞技运动就是 就是绩效嘛 有成绩就是最好嘛 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嘛 对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啦 我们了解 台湾的特色 台湾的优势 虽然说我刚刚讲那两个项目啊 都不是 都不是亚奥运项目啦 但是却是我们台湾第一个 目球台湾方面 巧顾球现在台湾 number one嘛 对 如何能够扩大我们的优势嘛 未来不管是市运会 市大运 或者飞亚奥运的项目 我们都把它纳进去 是 我们的 2017嘛 2017的市大运 我们其实有 Optional这一块 它当然有14项的Compassive 对没有错 有一些是选项的 可以选择的嘛 对没有错 那所以我们要去选择我们有竞争力有优势的 是 去培育嘛 是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强项 同意您的 所以我现在很多世界各国全部都是重点去 是 去培育自己的专业的项目嘛 是 要不然你说台湾你去往那田郡去走 往游泳去走 我说你再努力100年 也很难 很难在奥运有奖牌啊 是 我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 很现实的问题 我其实也有稍微一些了解啦 就是说他们觉得我们的轮 轮 滑轮的rollerskate 其实也不错啦 部长我再请教您啦 这个 是 台湾奇迹啦 台湾的超商 三大超商 总共几间 台湾三大超商 大概九千多间 接近一万间吧 我想 四大超商 好啦 就大概一万间啦 好不好 江委员就是四大超商 一万间啦 我想部长的数据差不多啦 你知道我们啦 这个 台湾的补习班啦 有几间 一万八千多间 一万八千多间 喔 这个密度啊 这个全世界之高啊 超商也是喔 是台湾 这个是奇迹喔 世界奇迹喔 那 针对升学的补习班啊 破万啊 而且呢 八成都是针对 国中 国小啊 这个区块就是我们 最重视的 对 所以 12年国教 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面向上 国教的这种 这个 这个风行啦 是 从2011年 到2012年啊 他是 直线成长啊 增加六百间啊 那今年会在多少间 不晓得啊 他是一直往上走啊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12年国教的推动以后 让各个家长 我们现在有75%免世入学啊 让家长稍微可以放心一点以后 可能我觉得这个有机会啦啊 舒缓一点 不过这个还是要看事 我想我们要去改变这种 补习班的这个 这个成长 我觉得是很有限啦 是 很有限 毕竟在商言商啦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是不是要去努力跟业者去做 適度的沟通啊 我们 我们要把重点嘛 总是要把重点 12年国教的方向在哪里总是要重点 要不然所有都补 那 乱补一通 那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很好 我说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最起码慢慢的 去了解它 试着给它正确的方向 是 好 我觉得这反而不会 好 不会去浪费资源啦 是 浪费家长的资源 让增加他们的负担 是 好 我想 谢谢 这个建议啦 谢谢 王委员刚刚这方面的这个建议 我想我们会在这个方向上来做一些努力 好 謝謝部长 谢谢